别以为穿搭只是年轻人的事 其实不需要再执着于年龄 搭配肤色才是你的穿搭密码 这条短片会分享七个用颜色逆龄的穿搭攻略 帮你轻松抹去岁月痕迹 现在就开始吧 攻略一 肤色侦探 想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颜色吗 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肤色是冷还是暖 对比度又如何 分辨冷暖可以看看手部的血管 偏绿的是暖肤色 偏蓝的是冷肤色 至于对比度 就是看头发和皮肤的色差 例如黑发 黄皮肤属于高对比度 如果是银发 白皮肤则属于低对比度 攻略二 选色秘诀 暖肤色适合穿红色 黄色和橙色 冷肤色则适合穿蓝色 紫色和绿色 高对比度最好穿深色衣物 而低对比度则选择浅色上衣 选对色系 面色自然会更好看 攻略三 莫兰迪色系 这个色系是指将所有颜色加上灰调 像灰绿 灰蓝和灰紫 可以营造低调优雅的气质 并且适合任何肤色 攻略四 粉彩色系 想年轻十岁 记得穿粉彩色系 既柔和又体谅肤色 看起来年轻又有精神 攻略五 鲜色渗入 鲜艳的颜色虽然抢眼 但会和皮肤形成强烈对比 凸显面不瑕疵 建议少量加入鲜色 让造型更活泼 攻略六 黑色魔法 以为黑色显老吗?错了 其实如果肤色偏黄或偏黑 穿黑色会有对比效果 让皮肤看起来更白 而且更显瘦 不过最好加点小事物来点缀 攻略七 粉红魅力 粉红色是少女味的代表色 但搭配略暗的粉红和粉橙色 就可以去除甜逆感 略暗的粉红能让肤色看起来红润 再搭配运动鞋 就更显活力了 记住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只要掌握了以上技巧 就能轻松传出逆灵感了 你最喜欢哪个攻略呢? 请留言告诉我哦 谢谢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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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